我们开始讲多元微积分的知识 我们首先讲向量及线性运算 Vectors and Operation 这主要是讲线性运算 那之后其他的运算我们在下一个节目里面讲 那首先什么是Vectors呢 就是什么是向量 向量是既有方向又有大小的一个数量 它既有大小 又有方向 这是向量的定义 在数学上我们是用一个有向线段来表示 或者说是一个有向的线段 它有一个带方向的景 或者是带箭头的方向来表示 它的向量的长度 我们或者说这个Magnitude 就是这个它的这个线段的长长度 它的方向就是我们线箭头所指的方向 那在数学上 就是在书写上我们可以用这个字母上面带个箭头 这种来表示 用这个来代替在数学上 那它的长度 那它的长度 它的Magnitude 我们就是用来表示它的长度 或者说它的Magnitude 好 那 这是它的 用字母来表示的话 我们是用一个字母上面带个箭头 然后两边加加两竖线 一边加一个竖线 这表示它的这个向量的长度 或者说是表现是它的大小 好 那我们在讲向量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向量是自由向量 什么是自由向量 也就是说 向量 嗯 我们只管它的 只要它的大小方向是一样的 那我们认为是同一个向量 跟7.5关 只要跟它的起点没有关系 就是说只要它的大小相同 方向也相同的话 好 我们这认为这两个向量是相同的 只要它的大小方向都相同 那么我们认为它是两个向量是相同的 嗯 跟它的起点在什么地方没关系 这个是我们所谓的自由向量 好 那我们有一种特别的向量 如果一个向量的长度等于1 我们把这个叫 我们把这个叫 这种向量叫做单位向量 Unity Vector 那我们把一个向量单位化 我们 这肯定是Unity Vector 如果我们把一个向量 如果我们把一个向量除以它的长度 那这样的向量它就是一个单位的向量 那如果一个向量的长度等于0 那我们把这个叫做0 那我们把这个叫做0向量 那0向量的单位是任意 0向量的长度是0 那么它的单位 它的方向是任意的 也就是说你可以选任意选任意的方向作为0向量的方向 那 下一个概念就是两向量的夹角 我们把这个夹角叫做θ 我们说是这样的夹角 两个向量的夹角 它们正方向 正方向之间的 正方向之间的夹角 这个θ 我们通常是0到π 我们 例如说如果是 这个是A 这是B 的话 如果这是A 好 这是B 的话 我们选的是这个θ 我们不选 我们不是找这个 我们不选这个角度 我们选的是小于π的那个角度 这是我们选向量的夹角的时候 那我们只选小于π的那个角度 好 那我们定义两向量的平行 如果是θ等于0或者是θ等于π 我们说这两向量是平行的 那有这样的一个定理 有这样一个最简单的定理 如果两个向量平行 那么其中一个向量肯定是可以写成另外一个向量的乘上一个常数 这是两向量平行的一个定义 前面这些都是向量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概念 现在我们还没有太多的运算 那我们看一下 两向量的加法 现在讲他们的运算 两向量的加法 我们怎么样定义 我们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是三角形法则 三角形法则 什么是三角形法则呢 我们先画A 然后把B的起点放在A的终点上 然后连接A的起点和B的终点 这个就是A加B 这是三角形法则 还有一种叫平行四边形法则 那什么是平行四边形法则呢 也就是说我们把A和B的起点放在一起 然后有这两个有这两个下量作为平行四边形相邻的两个相邻的两条边 我们画的平行四边形 我们画的平行四边形 然后连接它们的起点和它的对角线和它的对角的顶点 那这个就叫做 那么这个对角线 对角线组成的这个下量是他们的相加 叫做A加B 这是平行四边形法则 这是我们相量的加法 那有了相量的加法 那有了相量的加法 我们就应该有相量的减法 减法我们要定义 就应该有大小方向 大小那跟A的大小是一样的 它的方向 它的方向是与A相反 如果这是这是A的话 那么这是负A 大小相同方向相反的 这个是叫做负向量 那么有了负向量的定义 我们有减法 减法 那么A-B 我们定义成A加上一个负B 这是A 好 那么这个是B 那么这就是负B A加上负B 好我们可以把用三角形法则的话 我们是在它7点 在A的中点画上负B的7点 好 然后这个是A-B 我们这个是A-B 这是我们减法 好 那么加减 那么我们是乘 我们现在讲的乘是Scalar Multiplication 就是竖乘 竖乘 这是乘上一个竖 将一个向量乘上一个竖 广度 它的方向 它的方向 它的方向如果是 Nanda大于0 那它的方向是跟A一样 如果Nanda是小于0 那就是 跟A是相反的 这是竖乘的定义 相当于是对它 对原来的这个向量做伸缩 比如说如果这个是A 那么NandaA 可能是这个样子 也有可能是相反的 也有可能是相反的 好 这是NandaA 在在这种情况下 是Nanda大于 如果是这种情况 这是NandaA 那么这个是Nanda小于0的情况 这是竖乘 那我们讲了这么多加法和竖乘 那么我们最后讲一下 它们的一些运算规律 其实这些运算规律 我们其实也 我们也不用解释太多 其实跟我们普通的加法和竖乘 是差不多的 A加B 等于B加A 这跟我们普通数的加法差不多 A加B加上C 先加B和C和先加A和B是一样的 A-B 就等于我们的A加上负比 这个我们就不再加 那么有数的分配率 那么有数的分配率 LambdaA加B 等于LambdaA加上LambdaB A 那么LambdaMuA 是等于LambdaMu先相乘 再乘上A 或者我们也可以把Lambda先乘上A 再乘上Mu 然后是Lambda加上Mu 再乘上A来 两个数先加再乘 那么等于LambdaA加上LambdaMuA 这些是基本的运算规律 跟我们普通的数的 跟我们平常情况下 这些数的加减乘除 我们这没有处法 加减乘是一样的定义的 这些都是一些基本的定义 我们的这里的定义 基本上是按照几何的方法来定义的 当然有些教材 先讲的是坐标 然后再用坐标的情形下 在坐标的情形下 去定义相量的加减和数乘 那我们 在引入坐标之前 我们讲向量的这些定义 都是用几何的方法来定义的 我们在讲了坐标系以后 我们再来讲它的 向量的坐标表达式 和在坐标形式上 坐标的形式下 我们怎么样做向量的一些运算